台北世界设计展月底将在台北的松山烟厂免费开展 这项大展共集结了一千位以上的国际设计师 超过六千件的代表作品 展现了最新的设计潮流还有概念 台北松山烟厂9月30号起的台北世界设计大展 是以这件六角可爱造型作为吉祥物 27号先行曝光的幸福所在设计交锋展 其中假虫物是一种概念 葡萄牙设计师的丛林系列 绿凳子代表鳄鱼 黄板凳是长颈鹿 而资料索引夹用动物剪影作为区隔 蓝色地毯上有胡冰上有北极熊 这是代表地球暖化的严重 葡萄牙和巴西设计师回收台湾废弃木 做成的柜子椅子风格粗广 这间终极废墟 芬兰建筑师要说的是人与自然的和平相处 它该有屋顶的地方没有屋顶 它该有窗户的地方没有玻璃 它该有门的地方没有门 目前有人在台北找地实践这个位区 这是一年老师傅做的手工木制收音机 而走进云端 好多人在向你微笑 当我踏着云离开这个战场的时候 那我心中的幸福到底是什么 穿越另一个空间 可以看到工业革命的严格 这一切要从一部金龟车开始 当然还有60年代英国的Mimicart 1949年大同电风扇 电锅 还有现在最新的电风扇 1979年第一部随身听 2001年iPod展开了i的革命